主料,猪蹄半个,花生100克,辅量,红枣三粒,姜,八角三个,当归,生片,盐,我们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花生人100克,猪蹄半个,姜,红枣,八角,红生须,当归,盐少许,首先将花生人泡水30分钟,将切片,猪蹄砍成块,锅中放入小半锅清水,倒入猪蹄, 捉出血水,烙出入凉水洗净,准备好高压锅,倒入猪蹄,花生人,姜片,红枣,八角,红生须,当归,倒入小半锅清水,以盖锅猪蹄为宜,按下煲汤模式,煲好后,加一勺半叶调味,拌匀,享用即可,烹饪技巧,花生用开水煮上5分钟,可除去花生外衣的颜色, 这样煲出的汤,颜色才不浑浊,浇盖后,用锡纸密封,这一步非常重要,这样煲出的汤才会浓香扑鼻,如果没有锡纸,可以用毛巾代替,把周围用毛巾为好,一样可以达到效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